完全都沒有 沒有 我很開心的整個過程都 OK 讓他成了好朋友了已經 所以如果阿森發脾氣的話來講 對你其實沒有一些的威脅 蛤? 就如果阿森是發起脾氣來的話 他生氣的話來講 就是對你來講一點作用也沒有 發脾氣? 對 我沒有看過他發脾氣喔 他會嗎? 我也會一下下的 我不知道 OK 所以這次你有沒有跟他合作 你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戲劇 對 很開心 所以第一次就是 或者說這是第一首 我們在九八八四里所聽到的歌曲 就是叫做Fly 所以這首歌曲周外 還在接下來的這張全新的華語專輯裡邊 都有跟他有更多的這音樂上的合作嗎? 對啊 會有啊 因為這張專輯主要都會找他做這個製作人 嗯 對 所以還有其他的歌都是他寫的 或者是他製作的的 嗯 所以呢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時間 每次都會來到馬來西亞 嗯 吃到好吃的食物啊 對 然後又可以聽那個湯小姐講 講懶結啊 哈哈哈 聽他全副見歌啊 你聽說福建歌嘛對不對? 他不是有教你一些福建話嗎? 就是 樂安倒 哈哈哈 他叫我這句之後再解釋給我聽 原來是說你蠻仔 哈哈哈 OK 可能他是想我佔他 哈哈哈 應該他身邊很少人會佔他這個啦 哈哈哈 所以這是你學到其中一句的福建話 嗯 對 還有這個睡睡 是不是睡睡 對 很漂亮喔 漂亮 就是這兩句 對 就是這兩句 我是有限的啦 這個福建話 我的福建話也是 Limited 哦 啊是 對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看看你的答案是什麼 剛才我們給的第二個提示 你有沒有些什麼樣的頭緒 嗯 真的沒有 哈哈哈 我們先聽一首歌 好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因為這首歌是在香港第二首,原本是事先派台的這首歌,就是《請我代言》 對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歌曲 介紹一下 對,我們介紹一下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都是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跟Fly有一點相似的就是在歌詞上面都是鼓勵各位朋友是要努力向上的,要上進很積極的 不過《請我代言》主要是講女生 因為我們香港的時候,有很多女生除了學化妝、整頭、穿衣服 又會內外兼備,如果正在讀書會學很多其他課外的東西 甚至乎在工作也會學很多工作以外的東西 可能會繼續進修一些跟商業有關,或者學韓文等等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其實香港的女性在各方面很裝備自己成為一個比較時代女性的感覺 所以這首歌就是講那班很努力向上的女生 那這次Fly就是凡之所有人 那我就希望鼓勵大家,都可以是一有夢想的時候,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趁年輕人做了她,那就不會後悔了 好,已經我朋友答對了,那至於Casey,你的答案又會是什麼呢? 未非食母 答案是對的,OK 這時候我們看看這個朋友是以最快速度傳送這個情形進來 韋虹,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Hello,你好 OK,在我們身上就來自香港的這位新朋友Casey 也把她介紹給你認識了,那這個時候呢 她送你一份理由就是她會唱一首段的這個歌曲給你聽 那她也會把她的這首的新歌介紹給你的 那這時候就請Casey來唱一小段,好不好 好了,就唱Fly Fly這首歌齁 好,這時候韋虹你就要速起耳朵來聽聽了,好不好 OK OK 跟著我的腳步一起的走 為什麼你要在近我的角落 要是你有些話說不出口 別害怕還有我 哇,這不算耶 韋虹OK嗎韋虹 OK,那希望這首歌也是可以透過讓你透過這個九八八呢 認識了這位朋友 謝謝你參加 謝謝,拜拜 謝謝你 這段我覺得還蠻酷一下 OK,好啦 那我們的這個遊戲已經是暫時高的一個段落了 那她這個Casey呢,將會在8月30號的時候呢 將會去到冰城 有些本省呢,只要去這個國興道書 沒有大家 對,沒有大家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五十一歲生日 其實可以出席馬來西亞的一個倒數音樂排隊 其實你有些什麼期待 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參與馬來西亞一個屬於比較大型的一個音樂節目 而且都是繼我剛剛派這首新歌Fly之後呢 第一次唱Live 所以就是自己很期待的 其實一直錄完這首歌的時候都覺得很喜歡 可以什麼時候快點現場唱給大家聽 讓大家都認識一下這首歌呢 所以這次真的很期待 那最後一些什麼話想跟剛剛認識你的一些朋友說的嗎 剛剛認識你的一些朋友說的嗎 那我來到馬來西亞推出華語的專輯 那我就很希望最初步可以達到的目標就是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的聲音 那最好就是接受我的聲線啦 和我的演繹方法和喜歡我的歌 那我都很希望我的歌呢 大家聽完之後呢 都一樣會很Energetic 很有動力 很有動力 嗯 可不可以靠我嗎 其實你的專輯Case會發達嗎 10月中就會出啦 10月中 好 我們一起期待你們這張全新的專輯 謝謝Case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